南投市永峰里南钢重化区内的一条产业道路 因年久失修加上陆幅狭小 为及民众行车安全 对此在经地方澄清后 今日上午现役员蔡宗志张家泽也协同县长联明镇 前往实地会堪 判协助改善 南投市永峰里南钢重化区 土地里面有一条道路 这道路已经很狭小 又没有水沟 所以今天特地来会堪 现在就是要把道路水沟往内移 差不多让道路增加1.5米的宽度 让我们从外这些农田要进出 这条路可以处理到张南路 所以必要的道路 所以我们确许有需要再透宽 新的路面把道路透宽 永峰里长石玉明指出此道路年久失修 地方里面出入频繁 此次也感谢林县长的用心 云诺会将这条产业道路来做改善 这条路已经年久都没有修复 这边出入的里面蛮多的 所以每天流量蛮大的 由我们县长林明珍来跟我们地方关心 协助我们地方的产业道路的铺设 我代表我们礼的感谢我们今天的团队 南钢重化区的这个排水系统 当下县长也允诺要来做这个区块 但也发现到这个区块 经过蔡宗志议员反映这条是都市计划道路 所以想说未来有机会 再来跟营建署来争取这个道路透宽通道张南路 县议员蔡宗志张家泽指出 这条重化区道路路况不佳 路幅狭小水沟破坑不损 也特别感谢林县长对于地方的关心 前来会看边缘路改善 重化区里面的龙楼非常狭小 所有的水稿都已经破坑不损了 因为它的水都没有在水稿里面 都在整个路面的路底走 我们林县长也准备270万 要来改善这条龙楼 真感谢林县长 感谢我们林明珍县长带领我们县府的团队 针对这个农路的部分来进行道路的拓宽 当然也感谢我们蔡宗志议员 还有我们在地的石域民实理长 针对民众的需求积极的反应 那在这个马路的拓宽之后 让我们在这里进出的农民 还有这里的住户 都可以有一个安全的用路环境 县长林明珍指出 将会请县府相关单位规划 将水沟往内移 石道路能够增加1.5公尺的宽度 并重新抛除并铺设新的AC路面 总经费约270万元 会仅处发包施工 记得全民居南投采访报道